自从前年鼠山战绩开始 赵丽颖和陈伟霆两人每年都会传出恋情 在去年老九门之后 赵丽颖和陈伟霆还被众网友戏称为启悦夫妇 可见众人有多么期望他们两人能走到一起 但是到了今年之后 赵丽颖和陈伟霆两人突然之间就疏远了起来 甚至连上综艺节目都开始避嫌 难道他们两人真的没有任何可能了吗 然而他们两人的关系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冷 正如有的网友所说 赵丽颖和陈伟霆虽然开始避嫌 但是两人在综艺节目中看着彼此时眼中都是充满着爱意 这是做不了假的 就在近日又有关于赵丽颖和陈伟霆的甜蜜消息传来 让不少网友大吃一惊 如果说赵丽颖和陈伟霆以前的亲密行为 只是在拍片现场悄悄拉拉小手的话 据最近传来的消息称 赵丽颖和陈伟霆的关系已经彻底升华了 据可靠消息称 赵丽颖和陈伟霆已经确定同居了 而且爆料的人还公开了一组照片来佐证 赵丽颖已经和陈伟霆同居的证据 就在他们两人各自发的微博中 前天他们两人都发了微博并配上了最新的照片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在照片所发的照片中 窗联盒上面的灯与陈伟霆公开的照片中一模一样 据此 有人相信陈伟霆过生日时 赵丽颖其实也是在现场的 很可能赵丽颖已经和陈伟霆已经住到了一起 不过为了避嫌 或许也不想过早的曝光恋情 赵丽颖和陈伟霆两人都选择了对彼此消息的沉默 不管怎样 都要祝福赵丽颖找到了自己喜欢的那个人